发生在板桥环河西路跟华江五路口的这一期死亡车祸 夺走两条年轻生命 让两个家庭因此是破碎了 当时每辆水泥玉半车为了贪图方便 违规左转 导致两辆执行的红牌重机闪避不及 接连撞上 情侣两个人当场死亡 就在2号中午 检察官会同法医到了板桥殡仪馆这边相验死者遗体 死者家属一看到这名赵氏的驾驶 忍不住情绪崩溃了 赵氏水泥玉半车驾驶在警方借户下 来到板桥殡仪馆陪同相验 死者家属一看到他再也忍不住 崩溃痛哭 每一个字都撕心裂肺 但再也怎么哭喊 也换不回宝贝儿子的生命 大女儿说到现场去的时候 弟弟已经不会动了 躺在那里 然后头那边流了很多血 就是这样 然后他看弟弟的朋友 更可怕 机编的脸都烂掉了 然后腿也变紧了 血很模糊 一号早上十一点多 陈欣男子和女友骑重机行间板桥环河西路四段和滑江五路口 撞上违规左转的水泥玉半车 女友猛力撞击车体爆头身亡 男子则是滑进车底惨遭脸壁 情侣出游却双双丧命 看到两个年轻人躺在地上的情况很可怕 他才跪在地上的 那然后他也没有跟我们家属说对不起 从来没有 痛疲肇肇事驾驶一句道歉都没有 贪图方便违规左转 害死两条人命 两个家庭因此破碎 现场认识过程 死者家属才看一眼 瞬间会提 和女警抱在一起 失声痛哭 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子 一分钟 一分钟的违规 我十几年的小孩就没有了 肇事驾驶被一过十至死罪移送 最后五万元交保 明知故犯让两条年轻生命混沌沦下 再多懊悔 死者家属也无法原谅 记者 施杀坦可蒙新卖室采访报道